今集我們全家人一起去了一個好美的沙灘 完全是一望無際 團團還在玩到褲都脫 事不宜遲,立刻和大家一起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片之前訂閱毛巴的頻道 大家的支持是我繼續創作的動力 Hello,大家好,我是Brandon毛巴 上一個週末我們就和團團去了坐森林小火車 而今個週末就因為毛大伯想換車的關係 我們就決定南下,駕駛兩小時去到班尼茅夫 雖然我們這次留在那裡的時間不多 不過都想和團團去快閃一下這個夏天英國旅遊熱點 首先講解一下地理位置 班尼茅夫在英格蘭的西南部 人口接近20萬 是一個大型的海邊度假市鎮 這裡還有一條153公里長的侏羅紀海岸 所以住在內陸的我們一定要過來玩玩沙灘 要知道雖然英國四面還海 不過其實很多都是石灘 並不是我們可以在赤腳走下去的沙灘 這次我們可以逗留的時間只有2小時左右 所以我們不惜一切 泊車就泊在水族館旁邊 很久都沒有試過泊車要付錢 2小時成為5磅8 在我們計劃行程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問團團去不去沙灘 雖然有給她很多照片看 但她好像不太知道沙灘有什麼玩的 她也是一貫這樣 敷衍我們就說OK啦 我們在早上出發前就要看看天氣報告 看到今天的下午幾個小時有少少太陽 還有氣溫也有大概20度左右 撿了幾對沙灘拖鞋和玩具 毛媽就跑下去 帶著團團玩沙灘 我們一來到這個碼頭前面的位置其實都蠻漂亮的 雖然摩天輪就不算很高 不過這裡附近沒有什麼高樓大廈的關係 應該看到一個很漂亮的風景 前面還有幾個小食亭 機店和餐廳 再走前一點這裡就有個碼頭 我上網看到有得玩滑索的 即是攝林 我想如果在夏天過來 玩回三天兩夜都完全不會覺得悶 不過這次我們就帶著一個三歲的團團 都是直接跑到沙灘讓她感受一下 這裡就有個小插曲很好笑 因為團團其實平時很怕弄髒或弄濕自己的手腳 當她第一下踩到沙灘的時候 她面有難色 要求穿襪和波鞋 可能因為她踩著沙的感覺 她覺得很不舒服 不過她看到毛巴毛媽都是赤腳地走 再加上附近有很多比她更小的小朋友 就這樣躺在沙灘 所以她也嘗試一下 慢慢地就下了沙灘玩 我們一走到沙灘中間 團團已經拿了她的玩具出來玩沙 在這個空檔 毛巴當然就要上岸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在沙灘旁邊 零零丁丁有一檔take away 其實都是炸魚薯條 香腸炸餃子 這類型的小食 不過其實旅遊區果然是不同的 它的炸魚和薯條是分開的 叫完的話就剩下11磅半 但是因為這次我們只有兩個小時 要駕駛時間 逼著在這裡叫 大家可以看看毛巴的戰車 由於我們忘記了帶沙灘隻 所以把食物都放在團團的座位上 而我們的超級市場袋就勾在車上 價值7磅半的炸魚 它的炸粉就很薄很脆口 它是連皮的 魚肉的質感都不錯 總算對得起它的價錢 而這份4磅的薯條也算是挺大份的 不過炸的時間就不夠了 一來就不夠脆 二來就生生地 第三樣毛巴叫做一條5磅的珍寶腸 雖然平時毛巴就不太吃香腸、火腿類的食物 不過這次來到海邊 為求方便 間中吃一次 都挺好吃的 毛爺爺、毛麻麻和毛大伯就舒服一點 他們找了一間餐廳可以看到海 坐下叫了一個漢堡包薯條 他們連食物都不用13磅 值得過外賣很多 不過說真的 吃些什麼其實真的不太重要 因為毛巴買完東西回來 團團和毛麻已經走到沙灘看浪了 這次是團團第一次接觸海水 她覺得很興奮 不停跟我們說 啊啊啊啊 What is coming? What is coming? 給大家聽聽 媽媽都不走的 媽媽是捉食妹妹的 你看 等我帶回來好嗎 原來是湯 有沒有分?有Water? 見到這個笑容就知道沒有白費大家開了這麼久的車過來 其實水是冷到入心入肺的 但團團就很興奮 由最初腳碰到沙都不喜歡 過了三個字都不夠,現在還越走越出 一會兒玩到褲子都濕了 可能因為現在天氣比較冷的關係 海灘上其實不算很多遊客 空間感也算不錯 過了一會兒就叫他們回來吃東西 而團團在上學後真的大了很多 告訴他有食物 他就會坐好乖地自己在這裡吃 不過一看就知道 當他解決了燃眉之急之後 都是要求繼續玩 在沙灘只有2個小時 時間真的不夠厚 剛剛團團才玩到褲子都脫了 把兩隻腳插進沙裡封住自己 毛爺爺他們就叫我們要準備走 在這裡還被毛巴看到有一個推淺機 是跟冒險樂園的差不多 不過他就2P一個代幣 他跌出來的都是2P 毛巴走過的時候很想玩 還有在這裡我們看到有些觀光開篷巴士 觀光小火車和觀光船 他會經過很多不同的景點 看來今次這個快閃都要留一點遺憾 等下一次了 我們在回程的時間 毛大伯也很順利地買了一輛車 團團和毛媽都覺得這個地方很值得再來過 等我們下年的夏天帶毛毛過來玩幾天 今天分享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我會看到 heures天帶毛毛 你們一下子尾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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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ğlu 你不要走過去呀 我要咬你 好多次飛的尾的尾的尾 Fis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